Hello 我是Joshua 我是一個廣大最終年級的醫科生 今天我會帶大家去遊歷這個醫學院 告訴大家 我究竟這六年在廣大醫學院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身後就是我們的蒙盟偉樓 就是我們很多時候上學的地方 我們不如一起進去看看 這裡有HKUMAG的Logo 基本上全世界都會在這裡打卡 我現在就和大家一起去 我們從Year 1開始 每一番Lecture的地方 好了 第一站就不可能不帶你們來 蒙蒙偉樓的LT1 Lecture Theatre 1 這裡就是我們Year 1上Lecture的地方 這裡可以坐到200多人 我還很記得第一天上學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知道是要做這裡的 我做了一點 我沒想過那些遲了一點的人 是坐在這裡 全排都坐在地上 超誇張 不知道是否因為這些不好的經驗 這六年來 這麼多個Lecture 都從來沒試過一個Lecture 是要坐地下的 通常你一進入醫學院 你其他人都不認識 你都是跟中學同學坐的 我很記得當時 我和那些中學小同學 通常都是坐尾三個排 然後可能有些讀DB 讀LASA那些 就坐在一邊 或者聖波庫一就坐一排 然後有很多中學同學的Cluster 之後還有一些同學 特別喜歡坐第一排 我們所謂的那些叫做爆四位 然後就可以下課 立即去到這裡 問Lecture的問題 我也有一段時間 曾經試過下課 去Lecture那裡問問題 好像貪一下過癮 好像比較厲害 但其實最重要的概念 已經在Lecture那裡 很清楚地說了 不過我想起以前這些時候 都真的很青春 我覺得 我等我上去 我們其實已經很久沒有來這裏上課了 所以我今天坐回來這裏 那些活憶都回來了 還有可能有些人不知道 其實後面我們紅色那些椅子 其實是想排130 慶祝港大醫學院的130周年 通常上完Lecture之後 就會去那些Practical Practical就會在我們 接下來這一座的Lab Block那裡去進行 基本上Practical就有很多不同的種類 那我現在就帶你去看一下 我們究竟Practical在哪裡上課的 好啦 那我們現在來到Multidisciplinary Lab 這裏就是我們以前去解剖的地方 因為我不能進去和大家拍 但是呢 很深刻的 就是我們1、2的時候解剖的那些印象 通常我們都是會10至12個人一台 然後我們就會跟著外面的老師 然後就會開始 就是每一堂會解剖不同的地方 真的很臭 房間很冷 就是它血量不太多 因為它是經過處理的 但是那種味道其實是有點難頂的 就是你回到家 你的手套你脫了之後 你都仍然不敢吃雞的 因為其實它的東西是很像的 我還記得第一晚回到家 就吃雞 完全是想著今早解剖的那些東西 因為我還笑有同學是真的 即場暈倒了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害怕這些屍體 很害怕血 你真的不要進來讀醫科 還有我們有些practical 醫生物學的practical 即是一些生理學 譬如我們會在一個跑步機上面 跑 然後量一下你的費用量 來感受到那個醫學的真實 還有我們也有醫生物學的practical 我們真的會看咪 即是看一些細胞 我們有另外一類的 就是一些biochemistry的practical 我們會做一些小試驗 坦白說這些其實去到clinical year的時候 有很多都還很深刻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 但是它未必會臨床上很有作用 但是你被你感受過經歷過這些 你就知道其實medicine是一個什麼的回事 因為這些其實全部都是bread and butter of medicine 我們有些問題 它真的會走過去一塊肌肉 然後刺給你 然後問你那塊是什麼 坦白說如果你現在這樣問我 很多不是臨床上要用的那些肌肉 那些我都沒有辦法去背倒出來 但是曾經記過很systematically 認識過這些東西的時候 是會對你將來都有幫助 譬如我們讀骨科 其實你譬如肩膀痛 你是因為哪幾個肌肉傷 其實你曾經讀過 然後你現在再應用出來 其實那個感覺都是很不同的 但是有些我還是會記得很深刻 譬如小腸氣這樣hernia 它在哪一個位置 有什麼肌肉包圍著 譬如我們說我們空腔那些 呼吸要用的肌肉 究竟它那一層一層是怎樣的 我還記得我當初 拿真的一把刀 然後這樣打直的 舉開那個胸口 其實是會很粗暴 但是那個過程 你一層一層去見到 那個人體裡面的結構的時候 是會不生難忘的 還有那時候 其中一個都深刻的 就是我見到一個neuralsurgeon 他開了腦給我們看 然後他在腦裡面去跟我們說 這條血管是叫什麼名字 另外一條血管叫什麼名字 雖然真的很難可以立即去分得到 就算你溫了很多書 但是那個 讓我感受到原來做一個surgeon 一個外科醫生來做手術是怎樣的 所以都很感謝每一個大體老師 他們都願意用他們的身體 來給我們這樣做學習的用途 其實是真的很無私的付出 那這裏就是Pauline Chan的music group 基本上我們由E01開始 已經每個禮拜就會有些基督徒團契的聚會 我們通常在這裏圈圈 我們就會有些分享的時間 唱歌詩歌 看見啦 他真的是music room 他有琴 不過這部琴很經典 聽聞是有人送 所以他的音走得比較厲害 他好像是整個琴 都是滑了半度 他有些音好像是 沒有滑倒 不知為何自己會連起來 很搞笑 不過是這樣的 醫學院很多錢 他會裝修其他地方 所以如果他看到這部影片 希望他有一天可以換上新的琴 這間房間已經翻新了 他已經是比以前是新的 他已經加了兩塊鏡在我後面 這棟Pauline Chan的建築 樓下其實是給我們練一些 医療技術 我們要跟同學互相抽血 幫我抽血的同學 他好像刺了我五、六針 都還未抽到 之後我已經很痛 但我又不敢出聲 因為我怕我一叫 他就會再緊張一點 然後再插入一點 所以那時候 我都不知道怎樣算好 他就很冤枉 之後我們上到医療 比較深刻就是 我們會學急救 會有些解人 給我們做CPR 然後真的會給他 醫生會給我們一些情況 然後我們即場去救病人 其實都挺刺激 而且很緊張 因為你很大壓力 因為當時很多同學會看著你 所以這些 simulation 其實是學到很多東西的 所以如果你去之前 記得要溫宿書 準備好才好去 而且通常我們都會自己 會去預約Pauline Chan這裡 去練一些身體檢查 例如練習聽筒 好了 這裡就是傳說中的 Bayview Restaurant 即是大碑 你看到其實現在是午餐時間 超多人 但其實身邊全部都是工人 基本上醫學生 很少在這裡吃飯 最深刻在這裡的經歷 就是我第一次來這裡吃 同學杯凍檸茶 是有些綠色的東西在裡面 那些人就說 來到大碑吃飯 都一定會試過肚子的 那我自己就好像有幸 沒有什麼試過 那大家不妨自己親身來試一下 然後這裡就是 木蒙惠一樓 其實它有很多這些 這樣的班房 那這些地方 就是我們去上PBL 就是Problem Based Learning的地方 那其實PBL 其實都是近這20年才有 那就是會有一個Tutor 之後就對10個學生 之後我們就會去看一些Case 譬如病人有些不舒服 我們就像做一個模擬醫生 那樣看看怎樣看他的症 那其實這個玩法 都是抗腰獨有的 Ceo是沒有PBL的 這個就是陪換了我們 頭過很多 其實很多年 就是Year 1、Year 2和Year 4 其實都有PBL 這裏都是我們Year 1 Admission的時候 它interview的地方 所以其實 你們都會來這裡的 如果你們都會來這裡 interview 可能我姓錢 姓鄭 C字頭 之後每一次都是我做Roll play 那所以就 有很多精彩的片段 你知道嗎 裡面就有一些 好像焦糖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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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現在就來到這個 蒙蒙偉樓 2樓的Coming Area 你看到有少少同學 在這裡努力溫書 其實這個Coming Area 都是比較新的 那我以前就不是在這裡 溫書比較多 通常都會在Medic Library 那待會再帶大家去吧 不過這個新的Area 其實都挺漂亮的 還有裝修得好像很高級的 那感覺 所以其實坐下來都挺舒服的 好像坐那些Coffee 那些Bar台 還可以吃東西 這裡 又可以跟同學 有些房間可以開談 所以其實我都挺喜歡這裡 現在就來到這個Medic的圖書館 那其實真的沒什麼特別的 那因為很多人其實他們讀書 都未必會在圖書館讀書 最多都是在轉課的時候 這些場桌上讀書 但是這裡的最大特點 就是這個圖書館 是真的超動的 真的超動 基本上如果你想在這裡讀一天書 記得帶羽絨來 那就對了 如果不然我就保證你一定會動死 還有記得 如果你在這裡讀書的話 記得每20分鐘就望20尺遠 用20秒 通常全圖書館最快霸佔了 就是這些角落頭 一個人的自接台 又有個美景 然後又沒有人騷擾你 尼德MedLive 不可以不說 就是它有這個給你睡覺的機器 好像到了太空館一樣 超級正 它可以給你教訓20分鐘 我們現在一起來試一下 你看到嗎 好誇張 哇 音樂超放鬆 它唯一不好的地方 是它不能關掉這個蓋 之後人們會看到你睡覺的樣子 不然我想 每天一放學就來這裡睡覺 其實這些音樂很吵 旁邊很溫習 人們還沒聽到 它這東西很厲害 它還可以調高低 好 然後我現在來到這個 Medic Library門口的分培花園 這裡是全醫學院最慰問的地方 有時候人們在旁邊買了Subway 可能都會在這裡吃東西 如果不是 無非必要 我都不太建議你來這個地方 但如果你想自己在這裡 靜靜地在這裡退休 安靜一下 其實這裡也是一個不錯的地方 今天就帶大家去了醫學院 很多不同的地方 雖然其實很多 由Year 4至Year 6發生的事情 都沒有辦法在這段影片跟大家說 因為很多時候 clinical years的事情 都在醫院發生 然後醫院又不能拍攝 所以我唯有遲些 再跟大家分享 我clinical years的一些經歷 和心得 今天我就記下了 我做學生時期 醫學院究竟是什麼樣子 不知道十年二十年之後 會不會完全不同了 因為大肥已經 下年會撿 然後醫學生宿舍又會拆 有很多大樓在這裡建 甚至開始在想有地鐵站 既然我都花了很多年的時間 在這個地方 那這條影片就當是一個少少的留念 就這麼多 下條影片見 拜拜